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反语 第四个问题 反语分析 那么在雷语中 反语这个人物是基于中心的位置的人物 非常重要 这个人演好了 整个雷语就成功一大半了 可是这个角色是很难演的 性格非常复杂 个性非常特别 可以说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上 是第一次出现像反语这样的人物 古代文学史也有过一些 像快嘴里醉莲 潘金莲 这样一些比较 这个泼辣的女性 她们都过有过的特点 但是反语 她是一个现代的女性 她身上有一些新的东西 又保留了很多旧的东西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 这个人物是不好把握的 所以在雷语的演出史上 常常有人都要删反语的戏 她觉得这个人太复杂了 而且人们对反语 总是好像有点禁忌 忌讳他 害怕他 害怕什么 或者忌接他 害怕或者忌接反语的行为 因为反语有点不合伦床 她和她丈夫 她和她丈夫以前妻所生的儿子 朱平 就是世上的后妈和儿子 这种关系 是一种乱伦的关系 但是大家可能都会感觉 反语很痛快 他的行为虽然是不合伦理 不合伦床 但从心理上来说 又是觉得可以谅解的 所以基本对这个女人 并不完全是谴责 是有一定的同情 甚至注意了 是有欣赏的 所以这个人物的复杂性 就在这里 以往文学史家和评论家 对这个女人 也是小心翼翼的 好像大家都有点赞赏 但赞赏什么呢 主要从反抗 叛逆 什么反封建 从这些找演 认为反语是不满足以 周朴仁家庭的专制 所以要跟周朴仁斗争 好像是一种阶级斗争似的 我们写的现代文学三十年 对反语这个人物 基本上也是从这个角度评价的 但其实这个人物很复杂 历来还没有完全否定反语的 这种意见存在 下面我们做一些分析 这个反语 其实是一个母亲不是母亲 情妇不是情妇的 这样一个女性 她只有一个心思 是什么 报复 她不是不爱她亲生的儿子 她其实生了一个孩子 是吧 是她不能够分心 是吧 她恨她的儿子 如果她不能够被她所利用的话 她就恨她 到了不能够自治自己的时候 连儿子前途 她也不屑一顾 所以她是一个非常疯狂的女人 她要报复一切 因为一切做成了她的地位 她的痛苦 她的罪恶 她时时在洞下 她警告朱平道 小心 小心 你不要把一个失望的女人 逼得太狠了 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朱平呢 另外有所爱 不把她放在心上 以示她就宣布 说好 你去吧 小心 现在 基本里面就望着窗户外边 暴风雨就要起来了 是吧 她是说天空有暴风雨 这是 但是我们感到的 是她心里有暴风雨 在第四末呢 她有一句简短的话 然而具有极大的力量 这句话是什么 我有精神病 她要报复这种心思 会让她变成一个通常所谓利口 就是一个刀的很利的一个影 这一它是一种快感 刚才我念了这个一段文字 一边念我一边讲 就是年来评论家刘锡卫对雷语的一个评论 我们借用了她的话来分析这个人物 下面我们再认真分析一下这个角色 凡尾呢 十七岁 十七岁 嫁给朱仁人 但是这时候朱仁人呢 已经三十五岁了 她相差年龄很大 而且已经有过两次分姻 所以她对凡尾呢 是说不上爱的 她也不关心凡尾 她 朱仁人和妻子是不平等的 甚至是有些专制的 而凡尾呢 又不是一个素女 她的很多欲望和需求 在朱仁人这里是得不到满足的 所以她是一个压抑的女人 这要反抗 要挣脱 是吧 这个朱仁人呢 和她前妻生的儿子朱平 这时候出现 这个年岁也差不多 就给了这个凡尾一线希望 所以呢 这个她是在这样一个 封闭的家庭里面 她压抑反抗 要争取自己的生活 这时候来了一个小伙子 朱平 那这名义上呢 是她当后妈 这个是她的儿子 她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所以就抓住朱平 这是两个人发生了关系 这就是她的救命稻草 的确呢 这是不合伦常 以前的解释 都比较偏重于 这个同情和理解 甚至赞美这种畸形的反抗 赋予她所谓反封建的那种 美好的战意 现在我们要探究一个问题 反尾除了叛逆性 反抗性 这些有社会内涵的性格因素之外 还有什么是属于反尾的呢 这基本写的最多的是什么 是情欲 反尾这个角色非常突出的方面 就是这两个字 情欲 所以雷仪在反尾身上所发觉的 是人那种非理性的情欲 以及他魔性的一方面 人呢 都有情欲 这个情欲 是受文化 道德 各个方面所限制的 是吧 如果不受这个限制出来 它就带有魔性的一方面 所以反尾的一切反常的 畸形的心理行为 都是根以那种情欲的 极度的压抑感 我这样说有没有道理呢 大家来看看啊 这个记本里面呢 介绍这个形象 反尾啊 这样写的 脸色苍白 只有嘴唇发红 您注意的形象啊 他的嘴角向后掠弯 显出一个树压抑的女人 在管制着刺激 他那削白细长的手 经常在他咳嗽的时候 按着刺激 瘦弱的胸 等着刺激 喘出一口气来 才摸摸刺激 上的红红的面颊 这些都写的是压抑 浴火 重烧的一种 阵仗 这个女人的一举一动啊 都是带人 带有一种紧张感 她的生命之鞋呢 几乎要崩裂了 是非常压抑 非常紧张型的一个女人 所以她呢 要狂躁 老是说热极了 闷极了 这里再也不能住了 我希望我今天变成了火山的口 热烈的冒一次 什么我都烧过干净 这句台词啊 老是说热啊 太热了 是吧 她向朱平竭力地孵喊 这个她跟朱平呢 好上了 后来又要 朱平要 这个 给她保持距离 要走 是吧 她这个救命稻草 没有了 所以她就非常的绝望 她向朱平呢 竭力地孵喊 我没有孩子 没有丈夫 没有家 什么都没有 我只要你说 我是你的 这不顾一切 是吧 要冲结 什么 能理道德的束缚 她要赤裸裸地 求一个男人 对一个女人的情欲和信爱 这确实是 这个有点 惊世骇俗 是吧 这个 不管是否能够结束 这种描写 雷语呢 都是 这个繁语啊 都是雷语中 最令人震撼的一个形象 也可以说 是一声惊雷 是吧 所以曹语刺激地说过这样的话 这样 就是说写 繁语这样的人物 总比 烟 散鸡似的 总比那个 给散掉的似的 男子们 为了繁庸的生活 群弱地 度过一天 天的日子 更加值得 佩服 就认为这个繁语 这个人物 还是很有个性 这个不顾一切 总比那个 不死不活的 要好 繁语 那个曹语又说 他的生命 烧到了 电火样的白热 短处 情感 欲热 锦翼 集成了 集成了 一朵 艳丽的火花 当着火星 也消灭死 他的生机 也顿时化为无有 所以这个繁语 确实是 一个非常爆裂 非常矛盾 但是非常 有个性的一个女人 这个是最雷语的性格 在雷语里边 那么多人物 繁语是一个最痛快 最雷语的一个性格 所以刚才我们讲那么多 就是说明一个意思 情欲是雷语表现的 一个重要的内容 那么作家呢 在繁语这个角色的身上 所发觉的 主要也是这方面 所以繁语不顾一切的破坏性 那种疯狂的行为 是吧 都和这个情欲的压抑 和非正常的发泄 我们注意啊 并不完全地歌颂它 这种非正常的发泄 是有关的 情欲呢 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它是人性的一个重要的成分 本身是无所谓 善恶是吧 正常的情欲 应该得到尊重 但是如果情欲不恕限制 殃及无辜 这就是恶了 是吧 妨碍了别人 这就是恶了 所以五四时期 主张过性解放 主张人性的 自然的伸张 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人性呢 是复杂的 人性不能够彻底的任意的解放 社会的运转 是需要 能力道德 需要一定的自悦的 是吧 所以反语的 这种乱伦啊 这里呢 我们也 采取这个词 他是为了自救 为了救他自己嘛 他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好采取这种方式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 毕竟不值得赞美 不能因为他反封建 叛逆 就掩盖了人性恶的一方面 其实反语呢 是有罪恶感的 他次也知道 这样干 无可奈何 他抓那个救命稻草 他的很多行为 只是出于本能 是病态的 是畸形的 他抓住那个族品不放 甚至发现那个族品呢 和侍奉好了 是吧 这个人员 提出 我可以跟侍奉来共享 你族品 这就是一种疯狂了 所以 反语或族品呢 其实 并没有真正的爱 主要是情欲 转移 宣泄 最后这个反语呢 是一种破罐子破摔 是自我引爆 是一种自杀式的一种爆炸 简直有点类似 恐怖主义了 是吧 我们再看一看啊 反语和周品的关系吧 周品出场的时候 二十八岁 就是说 他三年前 是二十五岁 是吧 回到家里呢 就认识了当时 三十二岁的后母 他后妈 反语 这个年龄呢 对剧情的理解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要细读 里面看看他的一些细微的地方 反语呢 是被情欲折磨 而抓住了 比他年轻的周品 但这个周品呢 他不见得真爱他的后妈 起码在基本中 我们看不到这一点 周品可能是有些被动的 他也是出于一种情欲的结合 所以当周品后来爱上了四奉 我们感觉 他对四奉的感情是真实的 是有点忘我的 是爱情 这个周品爱上了四奉啊 对以前的行为就有了罪恶感 这个他跟他的后母 跟反语 他要摆脱这个反语 要拯救自己 所以他在反语 四奉 周品 这就不是一个三角吧 在三角关系里边 观众的反应 显然是站在四奉和周品这边 是不是 大家看戏的时候 都比较倾向于 站在这个周品和四奉这边 当然前提呢 就是激情还没有进展到 把那个秘密掘开 这个秘密是什么 就是周品 周品和四奉啊 其实是这个 同母义父 这个兄妹 如果要知道 当然我们不会站在这边了 是吧 一当知道这种关系 大家就 这个心就卡在 嗓子眼上 就看 哎呀 这又怎么办了 怎么办 是吧 就怕他们结合了 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看这个反应 他的复仇 他的反抗 他的破坏 除了解释 我们通常解释 是个性解放 反封建 反这个家庭专制等等 我们要注意 还写到了 人性的弱点 他这个人物啊 有令人厌恶的 一个部分 他是通过罪恶的方式 来维护自己的 所以这个角色啊 他有个贯穿动作 这个基本里面 人物写的好的 都可能有贯穿动作 那么反应的贯穿动作 是什么 抓住周品 不顾一切 所以刚才说的 哪怕是跟四奉 分享一个男人都可以 最后啊 你看他 这个反应呢 连他的儿子朱冲 都被他当成了一个功绩 他不是让那个朱冲 你不喜欢这个四奉吗 那你就追击 大胆去追击 这是一种罪恶的 疯狂的一种行为 这反应不光是疯狂 他也很有心计 当四奉朱品 不是他的对手 当然他同样 这个人物 也是被命运所操纵 被情欲所操纵的一个人物 也是带有悲剧性的 虽然这个人物不令人 这个有点令人讨厌 并不像我们通常 很多评论家说的 他反封建 我们就赞美他 有点令人讨厌 但是同时 我们也看到了他的复杂性 看到他也是一个悲剧人物 我们讲 朱普然有悲剧性 那么反应呢 反应也有 他的悲剧是什么 他摆脱不了刺激 基本把 这个人 所往往不能控制的 某些恶的东西 给暴露出来了 这人好像有些恶的东西 不能控制 暴露出来 给人震撼 让人重新来 让观众重新来 认识人性 人性的复杂性 从这点上来说 反应这个人物 无论是社会文化内涵 包括通常评论家所说的 反抗性 叛逆性等等 除了这个社会内涵 还有他的心理内涵 还有他的潜意识的地方 包括情欲 写的都非常丰富 非常有独特性 所以这些人物 尽管我们不喜欢 从感情上 不是特别能够接受 但这是一个 非常成功的一个人物 需要指出的是 反应是一个畸形的人物 有很多不值得同情的地方 这方面呢 以前的评论注意太少 有的论者 是吧 有的评论家 就是过高的评价了反应 比如说有的人认为 反应呢 是雷语中 最为羡慕的一道闪电 把从来 有母性 有女儿性 而不妻性 就有的评论家 认为中国的妇女 从来都是有母性 有女儿性 但没有妻性 没有妻性是什么 没有当妻子 自己的权力和欲望 把从来这种状况的 中国妇女 几千年来 受压抑的精神痛苦 一下子照亮了 因而树压抑 千百倍的加强了 反旷的魔性 也在一瞬间 全部释放了 认为这就是 生命的真正的散光 这个有的评论家 是这样来评论 是吧 这个反语了 给他很高的评价了 是吧 这也似乎有些道理 但认真捉摸一下 我认为是拔高了 这个反语 是三性前无 刚才说他是 有母性 有女儿性 而无妻性 认为这个反语 就写了妻性 有赐予过人的追求 其实 反语是三性前无 我们不能过分地解释 反语这个形象的社会价值 那样会离开 雷语的创造的初衷 把本来丰富的人物性格 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发挥 以上我们分析了几个人物形象 都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应该细读 看到它的复杂性 就是要打破 线性思维 打破二元对立的 简单的思维 对人性 对社会关系的理解 尽可能事事求是 贴切一些 文学的功能之一 就是让人们重新来打量 我们的人生 体察 那些在平时 可能不太关注 或者麻木了的东西 保持一种思维 和感触的那种敏锐鲜活 所以讲到这里 我想让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 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 雷乙的主人公是谁 想过没有 是朱普然 是樊乙 是朱贫 还是别人 大家思考一下 有人说 第九条好汉是主人公 那么这第九条好汉是什么 就是雷乙 雷乙是代表了 不可知的 命运 恐惧 这是一种说法了 那么到底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 雷乙的主人公是谁 你要说一说 为什么是谁 而不是他人 当然我们可以提示一下 一般来说 主人公就是 居以整个基本 整个作品 中心位置的人物 就是他能够左右 整个情节的发展 是主人公 这个问题我在这里不讲 留给大家来思考一下 主人公是谁 可能有多种答案 只要说的 有道理 都能够自然去说 主人公是谁 我我们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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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那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